来找工作了 我们做自媒体的人也来找工作了 自媒体做不下去了 养不活自己了 不来找工作的话没办法 我这里是一个商场 是一个以前很热闹的商场 但是现在为啥一点都不热闹了 我都不知道 为啥一个人都没有啊 难道现在大家的消费都这么降了吗 降这么低了吗 好多门店都没生率 然后倒闭的也有倒闭的 招聘人的更少 啥招聘人都没有 以前我身后这里还有自助暂停 但是现在却没有了 那个广告牌都还在 自助暂停 但是已经倒闭了 现在大家都消费不及 现在大家都是穷人 看各种各样的 啊门店倒闭 是吧 你看 这些广告都还在上面烂烂的 然后下面就已经开始贴那些 商不足足了 现在找工作也不知道找什么 啊 刚才看到有一家卖女装的 我也去应聘了 去应聘了女装 啊销售员 我那只能去干销售员 去干销售员 那工资太低了 保底就一千来块钱啊 卖出去呢它就有提成 但是提成也很低啊 百分之一啊 是吧 就这种提成 谁看得上啊 干一个月下来 你生意再怎么好也就三千块钱 你生意差的呢也就一千多收入 真的是 太难搞了 我们自媒体人啊 现在出路都没有了 我想找一些相关自媒体的工作 根本就没人做 啊 没人要 因为大家的流量也都下来了 大家收入也都没了 所以呢 大家都不敢请人 不敢请什么剪辑师啊 不敢请那些摄影师啊 是吧 就算人家请呢 也不要我们这种自媒体人 感觉我们这种自媒体人 啊 气数差的很 气数不好 觉得我们摄影啊不行 然后我们剪辑啊都不行 所以呢 人家都不要 做自媒体的人 像这里有一家 他做做 你看 以前做肯德基的啊 门面租出了 已经倒闭了 看到呗 是吧 倒闭了 现在消费真的是这么降了吗 我真的不知道 大家的消费都这么低了 难怪好多店面都倒闭了 找工作也难找 大家身体也不好 哎呀 找了一天了 我在街上逛来逛去 逛来逛去 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合适我的工作啊 我要求也不高 你看像这个电部转让 旺部转让 啊 转没出去 然后就自己倒闭了 我找工作要求 就是只要一个月三千以上就可以了 三千的工资以上就可以了 但是都没有啊 找不到啊 一个大男人 工资三千的都找不到 自媒体啊 做了这么多年自媒体 好久没有出来这样子找工作了 好几年了 因为之前自媒体呢 一直还能养活自己 现在呢 养不活了 哎呀 现在我该去哪里找 后面这些都是商场啊 本来就应该人很多的地方 现在人却很少 找工作了 找一天了 累了 我现在 吃饭都不敢买 买太好的 最多就 买个十个钱的快餐吃